这个由更生人所架设的购物网站 上头摆了手工荆棘匠 目的就是为了让犯罪被害人 可以贩售自己生产的产品 贴补家用再站起来 我们这个不仅只是针对被害人 当然也针对更生人所生产的东西 我们同时都来扩大来宣导 那希望我们的民障了解 同时这个大概有几个好处 就是说 比如说让更生人去帮被害人来架设这个网站 那虽然他们之间不是直接的 加害人跟被害人的关系 可是透过更生人去帮被害人 间接的被害人来架设这个网站 让彼此之间的互动 更进一步 这个网站是宜兰地检署首创的天秤福利社 现有商品是由一位曾经遭受儿子被误杀的油妈妈自己生产的 油妈妈的荆棘酱可以冲泡成荆棘茶 配上蜜枝荆棘 油林美云女士因为儿子被阳性少年杀害 曾经有段痛苦煎熬魂不守舍的日子 后来她站在杀害儿子的少年父母立场转念一想 决定以原谅代替仇恨 今天这个事情是比较不幸是我发生在我们儿子的心想 我也是说今天如果是我们儿子去港台 我也希望说人来援助我们儿子 所以我就说中心比心 宜兰地检署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宜兰分会 根深保护会宜兰分会 宜兰县官户志工协建会等单位集思广益 创立了这个天秤福利社 希望分处司法天秤两边的加害人与被害人 可以在购物网站设立的过程中相互合作 透过这个平台互助互利 天秤福利社渐渐受到网友的认同 让油妈妈的生活精彩起来 也照顾到了她的生计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犯罪被害人 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贩售自己生产的产品 在根深人的协助下 彼此都有更紧密的连结 雪碎新闻苏珊玄吴世伟采访报道